刘彻正在加班 超长待机的春公公就跑过来嚷嚷着 有人求见 可谁知春公公的下一句 竟然让一向稳重的汉武帝都惊得站起身来 什么工作 什么加班都不如张牵重描了 刘彻一想 汉史回来了 台面必须给苏 通知 赶快下通知 让长安城里那帮子大臣别睡懒觉了 都给朕起来加班 礼乐 歌舞 都给我安排了 随着朕镇鼓声 一节褪色的结账 再次回到了他的长安 汉乐福 礼乐队 严阵以待 迎接的却是四位衣衫褛褛之人 他们破衣烂衫 却收获了整个宫内的敬佩 那结账慢慢地攀上了台阶 在烛火之中 在满朝文武的议论纷纷中 刘彻仿若看到了英气少年出长安的风采 眼前的这个人颓然 邋遢 破败 目光却依旧热成 刘彻甚至不忍心让他失礼 彻底让刘彻绷不住了 他奔到殿中 哪里还顾得天子威 他一把拉起了张千 不顾体统地拉着张千的手 在回过仪式之后 汉武帝刘彻立马就给张千加封了博望侯 完成了某将军的夙愿 当然 史实上是还得过三年 让他跟着卫星混了拨战功才封的 说回剧情 张千回来之后 刘彻就让他熟悉熟悉工作 同时 也不忘了让他跟卫星见少一面 在其间 刘彻开口 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况 跟大家伙好好说说 张千才缓缓讲述他这几年发生的故事 如果说西方世界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那么东方世界就有张千凿开了丝绸之路 不过不同的是 一个带去了温暖的感恩节 一个连通了东西方 灿烂如同文明的灯火 远光六年 看着匈奴战马雷动 张千知道他一直等待的机会 终于来 张千定下了逃跑计划之后 趁着此次战争一溜烟就跑到了西域 这次他还见到了许多汉朝 绝对见不到的稀罕玩意儿 张千吃了一口萝卜 嘿 您还别说 这碗挺甜 而更让张千惊喜的是 他在西域看到了传说中的汉血宝马 张千摸着这马的皮毛 这丝滑的手感 这强健有力的凶打击 就这么几个奇装异服的家伙 在集市上闲逛 很快就被卫兵抓起来了 卫兵一看腰牌不敢怠慢 直接把张千带过去见国王了 众所周知啊 西域的小国家的数量 不能说是灿若新河吧 也只能说洒斗成国了 一路上国相表达了 对汉朝的期许和向往 更是亲自派兵 送张千前往越智国 张千看着远处的越智国境 想着自己十年来的遭遇 遥望长安 缓缓叩拜 旋即就来到了越智国 来完成自己 迟了十年的任务 经历了十年的一语漂泊 对越智国的历史 也非常了解 几句话 就把越智国女王说动了 明显被说动的女王 决定召开一次议会 商议跟大汉的结盟事宜 对此 越智国女王总结发言 我对汉朝皇帝的好意 十分感谢 但是 你们制造金刚需要的东西 我们也准备好了 总而言之 谨慎保守的越智国 最终选择了 跟大汉走上了 互相通商 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越智国 更是派出军队 一路护送到了国境线外 他们从西域上路 不想 却也被匈奴人给抓住了 匈奴人 把他们关起来 但是 看守不严格 趁着夜色 张千代的妻儿 逃了出来 一路在沙漠当中 朝着长安前进 匈奴不断的侵蚀着他们 他们却没有屈服 一路朝着长安走去 就这样 衣衫褴褂 匈奴不堪的张千 一路乞讨的张千 终于返回了故土 来到了朝思暮下 讲完故事的张千 还不知道后世 会如何评价他 以及他开创的丝绸之路 但是 他来过 书写下过 风沙双雪十三年 乘锅山川万二千的故事 也用一条丝绸之路 让华夏民族 睁开眼 看到世界 那么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冬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